又一辆高效能纯电动超跑崛起 近日来自瑞典的Alextra全新电动跑车制造商 发布了旗下产品Alextra EV的主图 这辆纯电动超跑仍处于概念阶段 但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它从0到100公里的加速只需要静人的2.3秒 而量产版预计将在2019年面试 售价近于40至50万欧元之间 外观方面 Alextra EV具未来科幻元素的设计风格 采用了四门四座的布局 车身周围有大量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尾部部分贯穿式的LED尾灯 让新车看起来更加时尚 动力配置方面 新车将采用双电动马达全轮驱动 其前后轴各分配一个电动马达 综合最大输出功率为679马力 百公里加速只需2.3秒 你没看错就是2.3秒 比保时捷Mason E的3.5秒 甚至是特斯拉的Model SP100D 以及蔚来汽车EP9的2.7秒还要快 据了解 Alextra EV作为该公司的首款超级跑车 蔚来计划将推出共100辆量产车型 它的竞争对手 将指向同为2019年面试的 保时捷Mason E量产版车型 1.9米亭 2.1米产透钱 1.9米产透 2.8米产透